至於香港方面的經濟 剛才我們在休息之前說的 PMI的數據連續三個月都在五十成衰分界線以下 經濟第一季一定不好 之後的情況是怎樣呢? 我們又有消費券派發 提振經濟作用又是怎樣呢? 請這個嘉賓和我們談談 中文大學留佐德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的常務所長 莊泰梁教授 早安 莊教授 早安 早安 莊教授 消費券是今天到手 大部份是四萬 有很多朋友都已經告訴我拿了 但是我們在經濟學的角度去看消費券這個措施 去年那個成效的提振作用 以致會不會有一個叫做抵消效應 其實就跟我們日常生活的開支做了一個抵消 有什麼觀察和發現呢?香港 消費券要有效就一定要在短期內用的 去年就是8月10月派發 如果看回數據那兩個月其實那個零度銷售 其實特別高了的 是那兩個月9月就跌下來的 所以你看那個效應其實是短期的 這次你將它探討那麼長 其實就未必會很明顯 有特別高的一個效果 但是這次要壓不壓大 那是都會有少許效應的 那當然你說你排1萬5元就不是說大家要消費多1萬5元的 一般國際上可能多20% 可能多2千元 但是香港的情況可能會再多一些 再加上香港收的稅呢 就是很多稅都不一定是香港人自己 你給的可能金融稅 所以金融稅就是外邊的基金那些給的 那所以你收人的錢 你自己花 那它的經濟其實是 那這個提振作為會比其他地方大的 那這個會不會對政府的開支 都是要有一些量入圍出的措施 那我想就不用那麼擔心的 就是我們去年都說有財赤 那都是有盈餘的 那所以就是政府應該算過數 就應該是可以應付得來 那還有你增加的作用 政府都有稅收收回來的 那所以就是你的支出 就不是一定說你給那1萬元那麼多 嗯 剛才教授你也說到 那支消費用可能要短時間之內用 那提振作用才會比較 真的大一些 那其實這次我們見到 就是首輪的金融 都可以去到10月底用到 就是特別是都比較長了的時間 那另外就是現在疫情方面 尤其是那個限聚措施 以至到一些場所 就是晚上堂食 都要去到4月21日才逐步 分階段開放 在這段時間派發這個消費券 是不是那個提振作用 真的可能會稍微弱一些呢 我想4月就未必會即時有個很大的提振 很多店都未開 想去餐廳吃飯都未必可以 而且你攤到這麼長 你說搭整半年地鐵都可以搭去 那些錢 或者搭的士都可以用的 現在 是的 所以上一次你一個月就搭不到這麼多錢 但這次你沒有什麼消費 就可能只是用來做交通那些費用 抵消了就變成沒有消費的作用 但政府想推動電子支付 去年都是這幾個平台 這次是因為方便 純粹 帶不帶動到電子支付在世界的交易方面 帶來了一個經濟效益的呢 香港的情況是比較不同 我們香港人因為本身有百日通 再加上 信用卡都比較流行 那你用電子潛包做一個支付的方法 其實幾年來都是不成功的 是的 那你看我們上一次都是百日通 最受歡迎 市民的消費那個 我們那個常態已經在 今次再推也不會改變那個百日通的百分比 嗯 對於政府第一輪就沿用上次用那四間的承辦商 但是到第二輪的時候 都會加入一些新的競爭的承辦商 那你自己看回這方面 會不會都可以做大些個餅呢 我想香港用電子支付的政策其實是用錯了 因為電子支付其實是有網絡效應的 如果你跟我用同一個電子錢包 我們就可以互相給對方 那如果你開到這麼多電子錢包的牌照 其實那個網絡效應就消失了 反而是阻礙了電子錢包的發展 嗯 電子潛包做得大 就是在內地 兩大集團 就是大家每人都有的戶口 是的 如果大家用不同電子錢包 其實就沒有了網絡效應 它就比較難發展 是的 你派個紅包 電子紅包 那五湖四省的朋友都收到 如果你幾個系統大家又不通 那其實是挺頭痛的問題 那另外呢 當然經濟環境也可能會阻礙了大家 使用錢的情況 手不手鬆 那經濟環境不是那麼好 連續三個月 其實你看到香港的PMI都是收縮的 那才爺都說第一季經濟不是那麼好 回到第二季的情況 會不會好一點呢 你自己看 我相信一定會反彈的 因為PMI都是反映 第一 製造業或者出口 但是現在的預測數字 也都沒有可以作準 因為看回國內 2020年3月那時的PMI 突然間是跌了 由五十多到四核 第二個月就反彈回到五十多 就是它那個 反映不是說 代表香港經濟那麼多 但是香港經濟 你要看回為何一到三月 我們這麼差 就是因為疫情再加上政府的防控措施 如果疫情沒有了 或者防控措施沒有了 經濟就自然會反彈 但是我們現在目前的防控措施 都仍然很嚴謹 特別是很多人都說 室外了一些人才方面 流失了一些人才 有些可能太久沒有回到家鄉 所以基本上都可能流失了 這類的人士 另外入境方面 也有些不同的限制 也有熔斷機制 這些是否都對於 接下來的經濟的復甦步伐 都有些阻撓在這裏 其實那個疫情的防控措施 這對經濟的影響 反而是大於疫情本身 因為你現在 如果沒有防措施 那些人都會出去吃飯啊 拜單啊 所以現在其實市民 因為大部分 有一部分已經感染了 我們可能已經去了一個 環體免疫的了 所以現在是否還需要 這麼嚴謹的防措施呢 因為很多人 比如外國人 在香港 有些人在那裏讀書 那可能大家都去了別的讀書 那就是兒女 那這些人是不會回來的 所以就覺得 特區政府就應該 都在人才那個考慮呢 就應該是 說這個是短期現象 那這個 但是如果一旦真的 遷離了 回不回來香港呢 那這個 是不是比較難挽回他們呢 我們要看回那個機構 註冊的數字呢 其實就是 2017100都是高的 但是2019 2021這幾年是跌了 但是跌的數字 跌的數字 就不多 那去年主要是美國跌了 那個公司 但是英國公司是多了的 那所以就都是一個短期現象 相信香港始終是一個賺錢的地方 那些國際機構呢 其實他就很難說去其他城市去發行 因為本身其他城市 都有他的機構 在那裡 那所以他就不可能 離開 全離開香港 放棄中國這麼大一個市場 那希望就是 那個疫情 或者過了之後呢 防措施報 就這些 去見到有錢賺 就一定會回來的 另外我們都背靠著內地 跟內地方面通關 暫時都真的沒有一個路線圖 另外內地都因為 因為疫情都相對地反覆 尤其是比如上海 深圳 都有些封城的情況出現 有些封控的情況出現 這些是否對於供應鏈方面 都有一個壓力呢 接下來其實對香港的經濟都會有影響 那外地和香港 就是互相封關 就已經不是說 即是今天的市場 我們其實 大部份經濟都恢復了 九成六都可能是通關 會對零售有好處 再加上航空那裡 所以現在就算你不開 都不會令到經濟差 那開了當然會更加好 但是現在先說 可能會向外開關 即是對於海外的防疫 可能再減少一些屏障 令到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可以鞏固 這個方向是否正確呢 我覺得兩邊都可以做 但是你看看外國 有些地方數字比較低的 跟香港的接觸都是重要 或者密切的 我覺得可以儘量先開 如果不是的話 我們因為都比較被動 內地都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 和我們通關 我首先要符合條件清明 現在就要讓內地 容許我們可以通關 所以在這段時間之外 香港其實可以儘量 看看有沒有一些地方 比較安全的 還有香港本身跟以前已經不同了 因為我們經過今次的疫情之後 大部份都群體免疫 所以直接有外防輸入 其實都不是說一定會 令到那個 好像上次那樣大爆發的情況 另外看回資金流向方面 看到港匯都持續弱了 再創了兩年來 最弱了 升近去7.84 今早7.83 這些位 其實看不看到有些資金 都持續流出香港 那港幣其實就 比較強的 就兩年前左右 然後之後就慢慢約 去到7.84 就快到那個藥房 都會保證的了 那我相信 都要看回通關 和那個防控措施的情況 如果你說 如果解除了這些防控措施 有些人 或者資金會回來 就會令到那個市場會好一點 但是香港 自由經濟體 我們今天中心 這樣淺入 淺出 那是一個正常的 如果他們想走 就讓他們走 那如果不是的話 就不會一個自由港來的 自由進出進入 是吧 是 你們怎樣預算 下半年的經濟狀況呢 相信就會 反彈的機會比較大 因為現在疫情慢慢下降 我相信政府的防控措施都會改變的 那再加上我們可能今年 就是特首選舉之後 可能會回到新的景象 那一些 譬如消費購買力 都會在下半年 都會複雲出來的 嗯 那尤其是香港 作為這個金融的 就是 集資的重鎮 那只是去到3月 有19隻中概股就 就有個第二上市 或者雙重上市 回來香港上市的 是 那已經佔了美國 在香港掛牌公司的七成的價值 那這個趨勢呢 對於 香港的股市市場 是不是 就是一個 轉型的一個契機呢 香港股市 一向都是比較開放一些 那要看回過去兩年 其實反而 譬如中美緊張 或者現在美國 向很多地方 作出制裁呢 反而令到資金 會離開美國 去向其他地方 去尋求一個 或者拍案的地方 那香港也可能 轉了我們的選擇 所以 香港那個 金融平台的建設 相當之成熟 我們有很多銀行 我們的股市 都是比較成熟 所以 都是會吸引到 很多外國的資金來 所以 金融市場 那個發展其實 都是樂觀的 另外特別你提到 剛才的政治因素 我們即將 就是會換特首 其實這一屆特首 都開了很多 不同的一些 願景 其實你自己看回 無論是房屋 還是規劃上面 這些其實 下屆特首 繼續去推行上面 那個情況 又是怎樣呢 我覺得 下屆特首 都是要注重兩樣東西 第一 就是香港經濟的發展 第二 當然是財富的分配 包括房屋方面 經濟發展 我們過去十年 其實都是相當之低 我們現在 比新加坡 遠遠拋離 人均GDP 它是六萬 或者四萬多 所以在經濟發展 做大的病方面 我們還是要加快 努力 那財富分配方面 我們都可能想 多些辦法 比如房屋那裏 是不是一定要看地 建屋 有沒有其他方法 可以減低成本 比如說多些容許 跟內地那個 大灣區的交流 多些大灣區 設置香港的配套 令到有一部分香港人 可以入住老人家 可能在那裏 安居內業 探出一些資源 和醫療資源 和土地資源 給香港年輕人 這方面也要看看 新上場之後的情況是怎樣 今早我們和莊太良 談到這條線 謝謝莊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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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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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